庆余年叶青梅中上线,不是源泉而是顾余涵,你会不会有点失望,相信说到最近人气最高的一部剧莫过于是庆余年,而这部剧自从播出后,看过的人全是好评如潮,不管是反转的剧情还是演员精湛的演技,都是庆余年的魅力啊,而最让人期待的就是范贤的母亲的叶青梅了,也是范贤一直最佩服的人,基本上全剧所有的人都围绕着她走,不仅庆帝的皇位 也是她争取而来,而且内裤是她亲手设立,在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也看到源泉老师出演教授这个角色,不少人都被源泉的气质所吸引,虽然她总是给我们巨人千里之外的感觉,但又会觉得她的灵魂里散发着神秘感,但是当真正的叶青梅上线后,也让不少人的失望了,不过不少人回头一想,这个毕竟是叶青梅年轻的时候,所以不需要那么的经验,只需要古灵精怪就可以了,对此 请在评论中写下来,谢谢大家的观看